12月14日 一条由新华社北京发布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 自2024年5月1日起实行 细心的人会发现 这些条例中移植条例被更改为捐献和移植条例 新增捐献二字 强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人间大爱善行 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关系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平 国家卫健委也做出说明称 坚持自愿 无偿原则 依据民法典 完善器官捐献的条件和程序 在完善人体器官捐献方面 条例中增加国家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人体器官的表述 及国家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人体器官 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动工作 确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名单 组织协调人体器官的使用 条例中增加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有关规定 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手术 可向接收人收取人体器官移植发生的住院 手术等相关医疗费用 按照医疗服务价格管理 以及向人体器官获取组织支付的器官获取相关费用 包括人体器官评估 摘取 保存 维护 修复 分配和运送等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 器官的捐献者捐献自己的器官属于自愿 无偿行为 原则上器官捐献者及其直系的亲属同样无法获得任何报酬 但是器官移植后 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 可以向需要器官移植的病患接收者收取器官获取相关费用 黄杰夫在由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北京朝阳医院等单位主办的 2020器官移植科学论坛在今开幕式上的一番话曾引起轩软大波 他说 未来以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质量为导向的医院 预计将扩建达到300家 黄杰夫并强调 希望到2023年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第一器官移植大国 要逐步发展到一年移植5万里的规模 消息传出后 网络上迅速掀起了一股热议之风 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被无数网友的评论刷屏 对于器官移植产业的黑暗面的讨论 质疑声四起 有网友指出 中国现在的器官移植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器官捐献的数量 而器官捐献的来源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一位自称是医院内部人士的网友留言道 医院里的器官移植手术排队时间短的让人不可思议 很多患者刚被诊断为需要器官移植 就很快找到了合适的供体 这样的速度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远远超过了理论上的器官捐献数量 难道我们的医院背后存在着一条黑色产业链? 面对这些评论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黄杰夫 没有做进一步回应 但此时 他已成为了公众关注焦点之一 据大纪元报道 作为中共器官移植代言人的黄杰夫 12月11日在一个一带一路论坛上宣称 要将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传播到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观察人士质疑中共有多重不良动机 这不是黄杰夫第一次将器官移植和一带一路挂钩 早在2017年 他就提到将器官移植作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组成部分 政经评论员秦鹏12月12日对大纪元分析说 最近十几年被发现的大量证据表明 中共涉嫌活摘了大量良心犯的器官 包括法轮功学员 新疆维族 西藏人和基督教地下教会成员等 中共现在搞这个一带一路的器官论坛 国际上或中国民间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中共的不良企图 中共活摘器官这个事情已经被美国的国会 欧洲议会 还有英国独立法庭等所认定 也因此 至今包括西班牙 以色列 法国 英国 葡萄牙 和中华民国等在内的20个国家已经立法 禁止本国的公民到中国进行非法器官移植 秦鹏说 在中国长达20多年的活摘器官犯罪过程中 黄杰夫一直是中共器官移植的公开的掌门人 而他所领导的这些机构 这群人 恰恰就是涉嫌卷入活摘器官犯罪的医生群体 2022年10月14日失踪的胡新宇 曾牵动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心 通过此事 让更多的国人看清了中国 存在一条不透明的 但极其有组织性的活摘器官链条 2023年2月份 据陆媒报道 中国许多学校组织学生集体承诺捐献器官 有律师大呼 质疑此举违法 利用分析人士指 今后学生或年轻人恼死亡 或成为中国大陆的常态 因为他们的器官已经处于待摘取的状态 今年2月9日 湖北网友在微博发帖 直言千万不要签器官捐献同意书 称很多签过捐献书的学生就是跑步摔了一下 或撞到电线干了 轻伤而已 然后被人拖到医院检查 莫名其妙的就脑死亡了 那种专门制造脑死亡的机器都通过专利了 新闻不是报道了很多吗 很多签过捐献书的学生被宣布脑死亡后 当场拆掉器官给富人装上去了 那些富人怎么知道当天要手术的 为什么制造脑死亡的机器能通过专利 是否很多器官移植的医院都采购了让人脑死亡的机器 这位网友所说的脑死亡机 指的就是王立军发明的脑干撞击机 据大纪元报道 2011年12月 脑干撞击机的发明人王立军 和第三军医大学大平医院的王正国 尹志勇 赵辉申请专利 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于次年获此专利 报道称 王立军的共同发明人 及第三军医大学王正国 尹志勇 赵辉 在《创伤外科》杂志2008年第二期发表了题为 准静单下腻部撞击至颅脑伤的 有限源模拟分析及其临床意义的文章 其中写道 截至2007年10月 采用12具新鲜湿头进行撞击试验 共体均为男性 年龄为26至38岁 平均31岁 这位湖北网友所说的是现实 我们可以找出2022年中共官媒报道的摘要例子 2022年8月17日 江苏18岁女孩路西亚刚考取大学 正骑电动车的路西亚意外撞向路边护栏 随后被送医救治 12天后被判定脑死亡 她的父母决定将其器官捐献给了6名患者 2022年9月13日山东青岛 21岁女孩刘嘉丽突发意外 经抢救无效后被宣布脑死亡 父母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捐出她的心脏 肺脏 肝脏 双肾 眼角膜等7个器官组织 2022年3月6日江西南昌 14岁男孩脑死亡再也没醒来 父母含泪捐献器官 从2023年10月20日 审议通过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到目前 短短25天时间内已经有5个孩子离其失踪 分别是阳春市河水镇初中学生林玉林 2023年12月3日晚上失踪 河北邯郸市14岁男孩张义博 2023年12月5日失踪 12岁男孩丁津津 2023年12月4日在古北西街道五中路上失踪 2023年12月6日房城街西道房市村13岁女孩前惠仪失踪 2023年12月10日下午2点30分 隋德县白家艳人远竹中学初一女孩白雨昕失踪 针对活灾器官罪行 17年来追查国际经过持续系统追查 包括对中共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 前解放军后勤部、卫生部长、891家器官移植医院等上万通电话调查 对9519名移植职业医生的几十万份公开媒体报道 论文、医院网站备份和数据库资料的多轮搜索和分析听证 取得了2000多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 发表了21万多字的综合报告 呈现了90个电话调查录音证据、1628个资料证据 实锤揭露了从1999年开始以原中共党会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操控的整个国家机器 包括党、政、军、武警、司法系统和医疗机构 在全国范围内用活灾器官做移植的方式 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从2006年3月9日 追查国际就向全世界披露中共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但是没有多少人相信 现在中共已经从最初的秘密进行到全面公开 从对意义人士到普通老百姓 再试图扩大到一带一路更多国家 没有人可以再当旁观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